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說香港的經濟,剛剛有一個 港島東沖東站的第一期 國安泰公小的欄,被人勉強 看到的那區 本來政府在10月初收到三十二份發展的意向書 算不錯了 業界人士說很厲害了 當時市場估值是十六億到二十七點八億 就是十六億到二十八億左右 上個月同區的另一幅住宅官地流標 今次市場估值也算是保守 比這次項目的估值大幅下調超過三成 不過最後都是零入標 沒有人投票 這地是什麼地來的呢 是興建中港鐵東沖線的延線 東沖東站對面分期發展 總流面積是78萬平方呎 大概是70萬平方呎住宅 一千二百火左右 要搞商場這樣 究竟為何會去到一個 我覺得都幾慘的局面 零入標 零標書 對上一次是十年前的事 問回業界人士 比如說匯德鋒 梁志堅 做過地產商的代表 即是商會的 這個阿頭來的 他就這樣說的 匯德鋒就這樣說 他說計了成本和利潤之後 決定放棄入標 境頭 那麼梁志堅就這樣說 匯德鋒的主席 他說原本是會入標的 但是經過再三考慮 都是計不到數 計不到數 所以沒有入標 他說坦白說 東沖今時今日 仍然是新發展區 雖然東沖裡面已經有 東面有很多個設施 但是呢 這裡是最近田海界 要做開荒樓 現在那一邊的一棟樓都沒有 將來售價我們沒有把握 可以買一個怎樣的價錢呢 這個就是 算過了 梁志堅都是地產界的 元老級的人來的 你如果說以前 地鐵完善 搶手路不得了 買了都發達的 我說以前 即是說十年前 二十年前 都是很棒的 那今天呢 連地鐵完善 以前很多地鐵都是開荒樓來的 開荒樓才夠便宜啊 大哥 那些地產商計算過了數 儲了地皮 於是就搞幾個太古城出來 說現在不發達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今天 今時今日 他說 地鐵東沖 那裡要做開荒樓 我們算不上數 我不知道 應該怎樣 最後的價錢是怎樣 所以就決定不進 好了 那這七糧師就說 最近是不是減了辣的 在這個 施政報告裡面減了辣 但是 仍然是 使道是疲弱 使道是疲弱 那就是 大家 發展商 是不看好後市 不看好後市 自然就不會買地 很簡單 對吧 所以 其實 那些 七糧師呢 有些這樣的說法 他說 商場應該挺吸引的 東沖東站那邊 要看配套 基本上隨時 只是靠這個商場 單純靠賣樓去支付建築成本 前期等等 如果樓價不升的話 那邊供應又多 可能是微離 就要分紅給港鐵 所以發展商寧願 連標書都不進 難聽說 連撿死雞都不做 就是 這麼複雜 簡單地說 發展商 不看好的後市 覺得後市都仍然是相當疲弱 所以 不壞 那 連這個地的流標 其實就 在說 就是 年內 已經是五幅到六幅地皮的流標 的了 上個星期 東沖 又是東沖 第106區的東沖市 地段55號用地 地標 地價標金未達到政府 所定的底價 樓標收場 如果綜合來說 政府的官地 港鐵和善進局 三個土地供應的來源 2023年已經錄得 五到六幅 應該是六幅 地皮樓標的個案 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五幅地皮的估值下限 是8億到87億 如果每幅地皮 估值下限計算 目前是達到二百多億 二百多億 即是說 無論是現在東沖 東沖地鐵上蓋的地皮 也好 或者其他地皮也好 全部 在今年來說 賣出的數量 是很少的 即是未達到 即是未達到 他說東沖這個商品用地 即是上星期那個 就是未達到標架 標書的價 所以政府收發 他投票是這樣的 現在很少公開拍賣土地 用這個投票的方式 他定了一個抵價 他不會賤賣 如果一個土地賤賣的話 全部都下降了 就很嚴重 不單是政府的地下降 連這個住宅 全部都下降了 那麼他不賤賣土地 於是你未達到那個標價 那就不賣了 那就流標了 現在東沖這個地鐵上去 就不單是不達到標價 是沒有人出的 是零 是零標書 所以不得不收回 那麼 問題會出在哪裡呢 真是很嚴重 真是很嚴重 他每年有賣地有個指標 是不是 會有個指標 這個 計算條數 目標是應該有人 這個財政年度 是賣850億的土地 應該賣850億 那麼現在呢 2023、2024年的財政年度 政府總共推出幾幅官地 只有兩幅 是賣得成的 70億 加上保地價 都是屬於土地的收入 保地價 你到期就要保 加上156億 全年目標的850億 兩成都不夠 如果跟上個財政年度比較 2022、23年 全年的賣地收入 是達到711億 比較 按年的跌幅呢 大錯 78% 問題非常嚴峻 樓價跌 固然是普通市民的荷包 這個財富效應 這個增值的效應 大家覺得 我的層樓跌了 沒有心機消費 固然 這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 樓價跌 發展商看不好後市 導致連地都不肯買 通常他們撿死機是會買的 儲存在這裡也好 如果看好後市 樓價會升 他有時候會儲存很久的時間 當然會有限制 你不發展是不行的 不同收購的新界 鄉村土地 是要限制你有時間 現在就是賣地市場外製 有些七娘師說 賣地市場外製 陷入惡性循環 你買地不行 沒有人買 樓價繼續跌 樓價繼續跌 買地有 沒有人買 一直變成惡性循環 所以 現在只有18% 未到 下一個財政年度 現在才是11月 就有幾個月 究竟 市場估計 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的三成 已經是很厲害的了 已經是很厲害的 好了 達不到標 賣地達不到標 我都說過了 香港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 大部分都是靠土地收入 包括賣地保地價 樓宇印花稅 地產商的利得稅 靠地產賺食的新縫稅 再加上股票 很多都是地產股的印花稅 是靠他們收入的 現在全面萎縮 所以說 波叔不是出來 慎 慎 雖然慎 都仍然說 她的前景很好 她慎什麼呢 她說 我都計錯了 這個 財政的赤字 預計 應該 有成千億 全年賣單計算 然後儲備 現在剩下六千多億 一年都不夠 於是 怎麼搞呢 可能會繼續發債 但是在立法會談施政報告的時候 有些議員都提出 是不是要開拓財源 以及不要情人借錢 是不是要改變一些稅制 可以增加多些收入 大家坐定定 這件事可能會對香港人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你的財政的收入 不行 你要繼續支出的話 我都說過不再一次 那錢在哪裡來 那問題是非常嚴峻的 然後 財政也說 不用的 我們的經濟是一個週期 現在的週期跌 遲些會上升 週期會上升 那我就看得到 他說 我看到的 因為我們很多措施 很努力的 就令到那個經濟 消費 本地的消費 是會上回去的 所以介紹的GDP 就會 GDP都調低了 就會上升 我都說了 香港人北上消費 頭過十個月 五百萬人上去 花了幾十億 你如何在香港 夜紛紛 可以抵得住 這一筆數呢 逢真假期都 這樣上去 那你在香港 你香港人少消費的話 自然的GDP不增長 自然的 食肆零售 收入減少 自然的納稅也少了 這段收入都很大 有少了 然後買地 沒有人買 收入又少了 地產收入又少了 股票和樓房買賣又少了 所以全部都少的時候 你如何去等到 下一個經濟週期上回來 而增加到稅收 這個呢 我經常說 我不要說其他政治 現在是柔智 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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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請了這麼多 外星人來 外國那些 升級的金融 這個CEO來香港 很厲害 萬邦來朝 說自己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都在這個世界舞台的中心那裡 這麼厲害 很多人都說 你不唱 你不吵 你不吹 吹完之後 現在的關鍵就是 你的GDP上不上去 零售餐飲會不會復甦 賣地會不會有人買 然後地產市道會不會好轉 股票會不會流通 量會大些 這些全部都是實際的 不是你吹的 你吹完之後 又有一塊地樓標 即是現在 計算這條數 大家以為 即是早前 我記得 是香港那些 地產四大家族 地產四大家族 咬咬聲的 他們說 現在糟糕了 我們被人 marginalize 要靠邊站 因為大陸的大財團 在香港買地 數 什麼恆大 那些很厲害 特區政府又沾沾自喜 不用怕 背負祖國 有祖國 有祖國大水油 我們賣地水油 沒問題 誰知道 北船總 話口未完 他們的經濟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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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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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是外圍經濟不好, 影響到我們, 息口又高, 經濟停滯不前也有原因 我們不用擔心, 香港前景是美好的, 錢又回來, 人又回來 我們不用擔心, 看你不用擔心多久, 這個徐政預算案給大家看到, 那個問題有多嚴峻, 這麼多地要流標的話 這個是香港政府的收入的主要來源, 很重要的來源, 你都要流標的話, 怎麼搞下去呢? 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你說的, 政治是說, 吹到天花浪峰, 香港怎麼穩定, 急流暗湧等等 你喜歡搞什麼就搞什麼, 但政治真的不道理, 你說完之後, 蓋了下來, 以為可以的 但到經濟就對不起, 你吹完之後, 他上不了他, 反而可能吹完之後爆了個球, 你會更大問題 整件事就是, 這幫人呢, 搞經濟, 我看得到, 是很不行的 他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辦法拿出來的, 最佳的辦法就是夜奔分那麼大把 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老老實實, 經濟這件事, 不是說你想他怎樣就怎樣 你不是好像中國大陸那樣, 給政策就行了, 給政策出來, 很有趣的 中國大陸對民企也好, 國企也好, 靠黨給政策, 我要打造這個是什麼中心, 打造這個什麼中心, 打造這個什麼中心 我問你, 港英的年代, 大家在港英社會生活了這麼久, 我六十幾歲, 做記者就做了幾十年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港英政府, 回歸前, 所謂九七前, 要香港打造成, 一個漁村打造成, 一個國際金融衝心 我沒有聽過的, 我沒有聽過的, 不需要打造的 很多東西, 你說是不是自然而言而形成的, 有些東西是水到渠成的 香港得到, 就是一個天時地利, 很快就可以 所以, 香港本來是做工廠, 大家知道剛剛說, 做工廠 我想, 我們的年代的人, 很多人都在工廠出身 女的就在車衣, 做假髮, 什麼縫盤, 我們叫縫盤 就是針織的衣服, 貼在一起, 做很多這些東西 原子粒生機, 後來就全部北上, 沒有這些生意做 香港不是要想辦法, 做什麼好呢, 變成一個商業中心 出口、入口, 後來漸漸就開始有股市, 有其他的房地產, 變成一個金融中心 不用刻意做, 現在講了九萬自由, 董的年代, 什麼講什麼講鮮花, 什麼中藥講 講到現在, 沒有東西, 全部都是大隻港, 沒有東西是城市 所以這次, 這次真是大大鑊的, 這麼多地樓標 這真是很實在的東西, 一隨隨地打過來 那波叔, 超哥, 你拿出辦法來, 你要做給你阿爺看, 大佬 你不要成為他的父女, 是吧? 他自身難保, 來, 菩薩過崗, 你幫不了你的, 你要靠自己 阿爺不會給你政策, 在這個問題上 你現在整天都意氣風法, 又說什麼自己天下無敵 如果大陸的省市跟你合作, 我們就無敵了, 什麼無敵 唉, 聽完之後, 覺得, 真是非常難地 好了, 這一節, 我暫時講到這裡了, 有意見, 留下一下, 告訴我 可以like, share, 還有, 告訴你的朋友, 有心靜有法的這個channel 好嗎? 按一下小鈴鐺, 有心靜會跟你說的 就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靜有法的channel 多謝你收看, 再見 Avac was winning with pride Avac was winning with pride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Elwood? 說 West Fancy him signing up like that without telling anyone What a hero I didn't know I didn't know He said Smiling for me Richard cast him a sympathetic look He probably wanted to surprise you And all my life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yes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 Oh,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o break ever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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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Oh,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To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There is an army of There is an army rising up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There is power in the name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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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Break every chain importa in the name of Jesus Leak every chain For Open F Private